她的眼睛里有光 然后她有一种能量 我有时候就在想 天哪儿这个人这么年轻 你有提到过的时候 你觉得演戏就要说一场非常重的病 你到底还能不能把我写出来 我希望大家在荧幕上看到的 不仅是不割和无脸 更是温山和小影 我未来是什么样子 还是会由我来告诉大家 看上剧本然后想到温山是老胡 其实肯定心里是又踏实又不踏实 踏实在于我信任老胡 是个很优秀的演员 然后也知道我们俩过往的荧幕形象 可能会对我们这个戏的代入会有帮助 但这其实反而对我们来说 是一种更大的鞭策 当这个角色出现在温山房间里面 然后和他陪伴了好几年的时候 身上又会有不同的层次出现 你需要找一个非常默契的达导 你真的需要找就是他们在一起的时候 能够形成一个天然的镜像的关系 我希望大家在荧幕上看到的 不仅是不割和无脸 更是温山和小影 刚才说的越来越像 我觉得他应该是完全超越了 我觉得无论是自行之后还是越来越像 我觉得是一个五个干故事 之前可能因为年龄的差距 可能还会觉得是像大哥哥一样 现在就会觉得是真的是对手演员 我觉得这是一种对我来讲 是一件更开心的事情 我跟他一起在工作 其实有一个还不错的结果 这件事情我觉得很开心 我有时候就在想 天拿这个人这么年轻 他的眼睛里有光 然后他有一种能量 一种力量从这个地方散发出去 我觉得那一刻我心里是感动的 其实你心里早就给我取好名字了吧 你写的就是你自己 可要是我写不出来了 没关系 我就这两天这个哀和意 真的搞得我心情很不稳定 我就是因为我测过我是哀人 但是我一直在质疑 就是我到底哀吗 你觉得我哀吗 肯定是有哀的那一面 谢谢 好 好 我不说了 你有提到过 你觉得演戏就像声音上非常重的病 我啥说过这样的话 我要给你 这句话有一种很深的东西在里面 我明白 你有时候会松弛到忘记自己在表演 所以说有时候确实会像我刚刚说的那样 生一场大病 但有时候也可能只是一场两三天的感冒 一下就打个喷嚏就好了 我觉得就是人基本上是处在 就是不同的第一幕第二幕 所谓的第二幕 它更像是我们实现一件事情 或者达成一个目标的那个非常漫长的 然后我觉得甚至是煎熬的这个过程 在吴磊的身上能够看到这么多的层次 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幸运的 我现在就觉得不管在哪一幕 我就只想在大幕闭上之前 尽我的权利去演好我的每一个角色吧 所以说我希望我能一直拥有这份幸运 我会努力配得上我的幸运 我看完自己的齐游茨里 有时候我都会自己重新认识一下自己 虽然说齐游茨里它就是我真实生活的一个记录 但我也不希望自己被那里面所绑架 说实话到现在我也没有找到这场旅途的意义 我未来是什么样子 还是会由我来告诉大家 我不希望就是 比如说有一天 明天我说我不喜欢汽车了 那我就是不喜欢汽车了 无所谓的 就是这个意思 就算只有一个人知道 也有意义